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我们国安无法通过之后 第一个可能被收回退休金 甚至他们是为敌发展组织 这已经非常确认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我们必须是要做一些杀鸡儆猴的动作 如果说是领我们国家的退休风还去当他国的间谍的话 当然现在法律规定不知道怎样 如果不是当然也应该要有这样的处罚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是蓝绿利文都特别的赞同 在两岸这个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如果这个共谍最后的这个是判刑确定 也可能是非常这个第一个国安无法通过之后 第一个这个因为涉入共谍案而被拿掉退缝的这些军人 那现在呢 目前立法院也正在积极的讨论当中 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情形 我们下期待一下